馬歇爾會現在揭示的兩岸和平關鍵 九二共識就是兩岸一家人的共識 是兩岸和平的定海神針 但是來看到的是在賴政府上任之後 兩岸關係更加的緊張了 尤其是在這個賴清德總統就職演說的隔幾天 就有這個解放軍發起的圍台軍演 現在可以說是建制花東取得台海的主控權 好 來看到這一回大陸解放軍的圍台軍演 可以說是文攻武嚇不斷 好 在文攻的部分呢 可以看到這個是大陸解放軍 他們還特地在東部戰區的微博上投 釋出了一張照片上 可以看到飛行員的視角 把大陸的五星旗和台灣的中央山脈同框 這樣的照片可以說是威脅的力道非常的濃厚 但是看到這大家都非常的關心的是 那美國的態度呢 真的會像拜登總統說的 會協防台灣啊 好 我們首先來看到的是在美軍 現在他們的動態是如何 美國的航母 羅斯福號 現在是按照原定的計劃訪問到新加坡 從南海一路向麻六甲海峽 好 另外要來看到的是雷根號的動態呢 雷根號航母現在是直奔第二島鏈 當然離這個台海都是蠻遙遠的 好 現在這個前空軍副司令張延廷他就分析說 美國挺不挺台其實是有兩項指標的 好 包括了是會派戰機演練或是配套攻防嗎 或者是說會派B52轟炸機過來嗎 都是沒有的嘛 他認為美國是關心而已 是這個希望北京克制而已 並且好 抨擊說北京是這個魯莽 但是其實對台沒有實質上的幫助 而且駐紐西蘭代表劍文吉他就分析了 他說呢 美軍都離得遠遠的嘛 好 看到這個美軍的動態都沒有在 台海附近 那是不是就被解讀說想要干涉 好 台灣有事 其實美國是很怕事的 前立委郭正亮就分析說 美國如果想要讓人家覺得很干涉的話 那可能美軍基地會是下一個被攻擊的目標 所以他認為說 好 其實美軍在這一回圍台軍演好像都沒有 有一些動作是想要來這個台海周遭 有一些部署這樣子的情形 另外退役少將力爭傑將軍他就提到了 大陸解放軍東部戰區公佈動畫 3D動畫當中模擬圍台軍演 裡頭提到一個很重要的關鍵訊息 就是島鏈內外一體聯動情報依託 還有各個戰機的情報互聯網機制要打擊 高價值的軍事目標 包括的還有美國的航母和加油機跟預警機 好 他認為說這就是代表一個狀況 演習的戰術要速戰速決 而戰略要持久 在美國日本來不及反應的狀況之下 演習兩天的時間要在48個小時之內就要結束了 好 另外在東部的部分呢 這一回最被大家好認為說 解放軍戰術上頭 其實對於花東也有所部署的 因為他們在這個文宣裡頭就說 花東這地方的部署就是要打毒 打擊這個台獨分裂分子 有可能會從花東這邊逃出去 可以看到這是大陸的飛彈 護衛艦易陽號已經逼近彭嘉宇抵近台灣24海裡了 好 張延庭他就分析說 這一回這個台灣出動的攔截 那共軍也很害怕說大陸這一次的演習針對花東 因為台灣的戰力如果保存在花東的話 會讓戰力休克就會通關在裡頭 好 這是張延庭的分析 那麼另外國安人士就分析說 這一回大陸解放軍的圍台軍演其實可以看得出四項重點 第一個就是要持續以軍機軍艦騷擾 要壓迫臨界中線 讓我方的近限制水域完全不見 好 另外就是要控制戰場 像是海空電子權的爭奪 還有在台海周遭的海空 還有外國目標的模擬打擊 另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在花東這邊 島鏈以西的軍事主控權也是解放軍的重點之一 好 不過要來看到的是 現在美軍他們宣布了這一項演習 好像跟大陸的圍台軍演有所互抗的意味是蠻濃厚的 因為就在大陸圍台軍演開始 美軍他們就宣布要在6月底到8月初的時候 要舉行2024環太平洋軍事演習 包括了有29個國家 美國的盟友日本跟菲律賓都會參與 參與的人數會高達25000個人 可是我們台灣呢還是沒有受邀在軍演的名單裡頭 解放軍連續兩天的聯合力劍2024A的軍演在昨天24號是宣布 就結束了 甘江大學的榮譽教授趙春山在25號就表示 那接下來 大陸會採取的是圍點打員和孤立台灣 兩招要對付台灣 並且在2027年會對台灣攤牌 賴清德總統就職之後 解放軍在23號發動了為期兩天的圍台軍演 國安人士現在就指出 其實我方早就已經掌握這個劇本了 而中共此次的有四大演練目的 包括了是以軍機 軍艦騷擾壓迫 臨界界線 另外要控制的是像海空還有電子權的爭奪戰 還要針對台灣周遭海空還有外國目標的模擬打擊 第四最重要的就是要取得島鏈以西的軍事主導權 大陸的圍台軍演國防部現在也展示的雄風飛彈進駐 台中海岸地區 甚至公佈空軍的F-16V戰機 拍到大陸的殲16轟6K的照片 前理委郭正亮他現在就分析說 這其實都是要安撫人心 但是他想問的是 大陸如果真的要打的話 其實是會先攻擊雷達的 那我國的軍隊有什麼樣會因應的措施嗎 有沒有第二套 第三套 甚至更機密的設施呢 這雄二雄三應該是地對艦的 是對軍艦的 你以為人家會這樣打 在對你都還沒有處理之前 軍艦就貿然來逼近你的海港 有人那麼蠢啊 對不對 我第一個當然是先把你的雷達打掉 那你雄二雄三怎麼瞄準 他要回答這種問題啊 因為美國打伊拉克就是這樣打的 沒有啦 他這個就是給老百姓看的啦 因為他還故意去訪問幾個台中市民啊 說雄二雄三出來了 你安心了沒 那市民就說哎呀 看了安心多啦 那事實上不是這樣打的嘛 他不可能在你雄二雄三還可以 有效瞄準的情況下 軍艦就靠近你的港頭啦 不可能啊 沒有人那麼笨啦 所以我覺得你一定要假設 他首先把你的雷達都打掉啦 然後讓你的那個地對空的能力也打掉啦 那接下來你怎麼辦 你一定要設想這個狀態啦 那你如何避免陷入這個狀況 比如說你的雷達 你確定你有什麼樣的雷達站 對方偵測不到 那繼續發揮作用 F16V才剛送來啊 才幾架啊 我們F16V是陸續交機啊 現在可能我們掌握的不到20架啊 這是國防部在哄老百姓的 看起來好像很可怕 你看我們把轟六鎖定了 我們把尖16鎖定了 我跟各位講 他這個只是照相而已啦 對不對 飛機大家飛得很易彼此照相 但是他這個叫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夜間照相 用紅外線的照相機去照相 你真的有本事 你用火控雷達索給我看 你敢不敢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